一家不起眼的面馆里竟然藏着爵士高手 他就是道上响当当的人物 号称战神的大佬马叔 向来擅长以一抵百 随便一掌就能放到大象 敢在店里惹麻烦 三秒送你去医院 要说这样一号人物为啥在这里当厨子 还得从很多年前说起 那是一个晚上 马叔浑身失血躲进了一家面馆 没想到正好撞见老板想要上吊自杀 他赶紧隔断绳子救了老板一名 宽慰老板的话无意中点信了他自己 正天刀口甜血活得有什么意思 马叔决定紧盆洗手 从此便留在了面馆安心当气出师来 这天店里来了一个黄毛 要应聘外卖员 就因为没对马叔用禁语 当场就被上了一课 黄毛是个叛逆少年 正天和随友混在一起 没事就跑到马路上飙车 结果被逮进了警察局 黄毛的妈妈不一般 是个推移的排球运动员 随随便便一巴掌 就能把他掀翻在地 受够了妈妈的唠叨大骂 黄毛决定离家出走 可他身上所有的钱 只够买张去临线的票 憋屈地走出汽车站 却撞见一个小红小哥 比他还拽一万位 黄毛立刻出言挑衅 没想到小红是个高手 一拳倒过去 大的他站都站不起来 黄毛一脸狼狈相 偏偏肚子还饿了 只好随便找家饭馆 垫了一碗炸酱面 然而下一秒 后厨里却传来惨叫 一个外卖员飞了出来 把他吓了一跳 店员老王却见怪不怪 身上的钱花光了 得赶紧找份工作才行 刚好面馆找外卖员 黄毛立刻提出要上岗 为了熟悉工作环境 他来到后厨 见到了传说中的马叔 大肚子长头发 你不就是个油腻男吗 黄毛说话很不礼貌 上来就被一顿暴揍 天都黑了 还昏迷不醒 马叔只好把他扛回宿舍 这天半夜 黄毛从梦中惊醒 直接和马叔对上了眼 这是他在道上混迹多年 保留下来的习惯 黄毛吓得半死 当时就想逃跑 马叔却使出激将法 这招还真好用 黄毛相当不服气 马上决定留下来 就这样 打工生活正式开始 黄毛接到了第一单 赶忙跑到目的地 没想到冤家路寨 客人正是那天 在车站抱锤他的小红 黄毛当场就要复仇 抱着小红滚到了草地上 无意中压到了胸口 黄毛大为震撼 你居然是女的 这下小红也炸了 黄毛又一次被打个半死 直到天黑才回到店里 还遭到了马叔的无情嘲笑 另一边 小红回到出租屋 却发现同住的室友 带了两个混混回来 他很不高兴 立马往外撵人 混混们当场翻脸 要给他一个教训 一条二没有胜算 小红只好夺门而出 混混赶紧开车去追 一路追到了面馆外 他们掐住小红的脖子 用力把他往车上塞 黄毛刚好出来吹风 目睹了这一幕 赶紧英雄救美 使出一招奇博大法 很显然没啥用 还被混混打到在地 他赶紧向马叔求助 没想到一向凶悍的马叔 竟然一毛腰躲了起来 眼瞅着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混混这才作罢 骂骂咧咧的离开了 打这之后 马叔的形象一落千丈 黄毛更是心机不顺 平时打我倒是厉害 一到关键时刻就只会往后躲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马叔之所以不想出手 是为了隐藏身份 以免闹出更大的麻烦 工作渐渐上手 很快黄毛赚到了第一桶金 他高兴地请大家吃饭 期间喝得醉醺醺的 老王趁机提议 回家探望一下妈妈吧 黄毛却闹起别扭来 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看着他那副任性的样子 马叔感到很不爽 抬手就是一巴掌 好在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 黄毛的抗击打能力大大增强 不仅很快爬了起来 甚至还能出言挑衅 马叔立马起身 追得他满街乱窜 然而了过狠话后 黄毛还是忍不住 悄悄回了一趟家 没想到妈妈为了赚钱养他 竟然借了高利贷 开了一家小吃店 他叫儿子回来上学 黄毛却不愿意 他把第一份工资 全部都留给了妈妈 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黄毛暗暗下定决心 他呀一定要证明自己 黄毛失落地回到店里 却意外撞见了小红 原来他是个孤儿 没有地方可去 老王好心收留了他 在店里做服务员 两人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生活似乎也步入了正规 然而就在这时 麻烦去找上门来 之前惹到的那群混混 又跑来店里闹事 黄毛想要上前阻止 可他那个小身板 两下就被打飞了 马叔实在看不下去 这回高低得展示一下拳脚 一掌皮云一个 一拳放到一双 遇到偷袭怎么办 嘴里塞上打火机 罩着天灵盖就拍 混混被打得满地找牙 马叔只好去警局做客 没想到警察没少麻烦 还恭敬地开了车 亲自送他们回店里 马叔有些郁闷 看这假设 自己的身份肯定是暴露了 果然第二天一早 黄毛来到店里 就发现门口停满了号车 黑衣人站了一屋 想请马叔出山 自从他隐退江湖 帮派就交给了二把手 势力大不如前 兄弟们成天被欺负 另外两个大帮派 更是动了歪心思 总想着要吞并他们 马叔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与店员们告别 又一次回归了战场 另一边 黄毛家也遇到了麻烦 妈妈被熟人坑了 买的店面竟然是违贱 要被强行拆除 他连夜赶回首尔 却又撞上了讨债人 黄毛赶紧联系马叔 想请他帮帮忙 马叔却笑话他 装护的时候 说自己是大人 稍微遇到点困难 就像小朋友一样 苦苦啼啼的 真不是马叔不仗义 而是他这会儿 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推开包厢的门 立头坐着两位帮派老大 一见马叔就开始嘲讽 离开江湖这么久 怎么变得软绵绵的 说着就招呼小弟 拎着刀围了上来 就这水平 也敢挑衅马叔 包房里顿时充满惨叫 简简单单几个重拳 什么老大小弟统统摆平 红毛这边就没那么幸运了 讨债人要不到钱 就把电砸了个稀巴烂 还翻出了一塔钞票 这是他给妈妈的工资 黄毛当时就急了 他拼命哀求反抗 想把钱拿回来 却被讨债人按在地上 大得头晕目眩 看到儿子被欺负 妈妈彻底怒了 只见他眼神一变 大跨步走出门去 最后原地起跳 顿时飞起三尺高 与此同时 解决完绑派争端的马叔 精疲力尽地走出大门 遇到了来接应的二把手 他们来到一家面馆 马叔亲自下厨 做了两碗炸酱面 他告诉二把手 先绑派的情意 我已经还清了 以后别再叫我老大 故事的结尾 黄毛与妈妈重归于好 开始了新生活 马叔也回到了面馆 像他期待的那样 过上了平凡的人生 似乎每个人都收获了 属于自己的美好结局 好了 这次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拜拜